Hello,同学,您好,很高兴在提升汉语水平的课堂上看到你。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图片。 同学,看一下,左边的图片,同学们正在学汉语,想一下,你为什么想学好汉语啊? 对,如果你和他们一样学好了汉语,你就可以来中国旅游,品尝中国的美食,跟中国的人交朋友,可以做很多有趣的事情。 下面我们来学习五个常用的汉字。 好,第一个汉字是一,同学,请跟我一起读,一。 好,注意了,一,它的声调是一声,就是发音的时候是一个高又平的声调,就比如说,我发音的时候,声音的高度是在左肩膀,结束的时候,声音的高度是在右肩膀,是一条高又平的水平线。 中间没有高低的变化,再跟我读一遍,一。 好,下面我们看一怎么写。 对,它是从左到右,写的时候,同学注意了,看清这个填字格的位置,也就是汉语。 汉语的书写,讲究上、下、左右,整体的云尘跟美观。 所以写的时候,要注意位置跟比例。 好,下面我们看第二个汉字,跟我一起读,人。 好,注意了,读的时候,人,它跟刚才学的第一个声字,一,它的声调不同,人是一个阳评调,就是声音,是向上,是向上。 声音的,声音的,声音的音高,是,轻斜型的,轻斜型的,上升的。 比如说,我刚开始发音的时候,比如说,在这个位置,最后我结束的时候,上升到了这个位置。 也就是,它是有一个提,提高的,一个变化的,就是人,人,就比如,再比如,我们做军训的时候,有相左看齐,报数,相右看齐,报数。 我们的头是,相左,或者是,相右,抬高的,这个时候,也是很容易发出,这个,声调的,比如说,人,人,这个,声调就出来了。 下面我们看,人,它怎么写。 好,也就是说,人,是,先写,撇,再写,那。 好,下面我们继续看下面的图片。 好,这里有两张图片,绿色框中标出来的苹果,比较大一些,下面跟我一起读。 大。 好,同学们注意了,这个大跟前面学的生字。 一和人不同,它的声调是,四声,降调,就是,比如说,我刚开始发音的时候,我的音高,声音的高度可能是在头顶的这个位置。 我结束的时候就降到了,这个位置,就比如说,大,这个,这是它的声调的变化。 在,比如这个声调的话,在,比如这个声调的话,声音的,下降的这个过程就很像,我们看电视的时候,有一个,灰键,向右下,灰键,切斜形的灰键。 比如说,大,这个,这个,这个音高的变化就很像,我们,灰键,向右下,灰键的这个,变化的过程。 好,顺便我们看,大,怎么写。 对,这个大多数的书写顺序就是,先写横,再写啊,我们刚才学过的生字,人,也就是先横,后撇啊,在那。 好,下面我们继续看,下面的图片。 好,这是一个天空的图片,下面跟我一起读。 天 好,下面想一下,这个生字,它的声调跟前面我们学过的,哪一个, 生字的声调相同呢? 对,跟一,它的声调是一样的。 下面我们看,天,怎么写。 天,其实也就是我们前面学过的生字,大,在前面加上横,也就是它的书写。 笔画顺序就是,先写横,再写大,也就是先横,再横,然后撇啊,最后那,这是它的书写。 好,下面我们继续看,最后一个汉字。 好,同学,跟我一起读,各。 好,想一下,各,跟我们刚才学过的,哪一个生字,它的声调相同呢? 对,是跟大一样的。 就是,各,大,都是降调。 好,这是我们这几课学习的五个生字,其实单个,汉字呢,跟单个人是一样的。 他们都喜欢找朋友,形成一个组合,去表达意思。 下面我们看这五个字可以怎么来组合使用。 好,一个人可以组合在一起,形成一个人,这样的一个习惯性表达。 比如说图片中就是一个人。 一和天也可以组合在一起使用。 就是我们看日币的时候,看到的某一天,就可以叫它一天。 嗯, 好,这是这五个字,它的读音,下面我们再,再来听一遍。 好,下面同学们这五个生字,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,我们可以及时的交流。 我们有五分钟的,五分钟的交流互动时间。 如果没有不清楚的地方,同学们可以在自己的作业本上练习。 练习的时候,请注意,汉字的书写,在这个田字格里,要写规范。 拼音,要在这个三字格里,要在这个三字格里,写规范。 另外,五个汉字,刚才我有一个汉字,就是个,没有给大家看它的书写。 现在呢,现在呢,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字格里的书写。 对,这是个,它的书写,其实就是我们,我们学过的生字。 人,下面加数,也就是先写人,然后再写数。 其实这些汉字呢,它,同学们都可以看出,它的书写顺序,有一个规则在里面。 比如说,天,它的书写顺序,就是先写行,再写大。 这个大,它的书写顺序,其实就是先写行,再写人。 所以,简单的汉字,同学们学会了,后面呢,就有了一个好的基础, 去不断地生成,扩展新的汉字。 好,新闻同学们,如果没有其他的不清楚的地方, 就可以在自己的作业本上练习我们今天学习的五个生字。 好,新闻。